校長 市長 各位貴賓 各位家長 以及所有在場的B.A.生 大家好 我是來自天氣通程系的B.A.生代表 吳俊瑋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代表大家一起回應我們大學的資訊 還記得第一次台上做那麼多的時候 是大一的新生訓練 剛進入到校園的我們 就受到了小龍姐熱烈的歡迎 讓我們第一次感受到高雲大的熱情 就如同高雄的太陽一樣 也使我們一天一天的更黑了 還記得那永遠跑不起來的倒掃 還有永遠交不死的室友 還記得每天趕十二點而進的宿舍生活 也記得第一次被預警的行中考 此時論我們都會告訴自己 明年真的要好好練習了 再大一的我們 擁有了許多的第一次 也因此拉近了彼此的生活 也因此擁有了許多的自由 但也因此漸漸的學會了什麼叫做獨立 大二級大三是充滿熱血的時期 此時論我們成為了學弟妹眼中閃耀的學長姐 開始成為了戲上以及社團活動的主導者 每天沒有開過完的會 做過完的美宣品 寫過完的企劃書 雖然永遠還是不敵那逐年減少的經費預算 此時論我們 盡情燃燒我們的青春 勇敢的追逐我們的夢想 每天陪伴我們的是熬夜 還有宵夜 忘了那日漸上升的體重 還有肝指數 以及那修不完的必選修 雖然免費力量都喘不過氣來 但我們還是會再次告訴自己 明年真的要好好練習了 就是在那邊小心 然而大二級大三雖然忙碌 而且辛苦 但也不愛這樣子 我們擁有了許多的屬世經驗 也因此 在日夜的朝夕想屬下 我們認識了一群共和難的好夥伴 而大四 我們擁有了許多的時間 以及感動 我們擁有許多的時間 在為我們的未來做準備 或者是打工 就業 或是升學 然後也有些人擁有了許多時間 還是努力的補修 以及那跨不過的一夜門檻 而感動呢 我覺得是穿上學職服 拍一起畢業照的那一剎那 除了見到班上許久會見的同學外 還有彼此相伴四年的總總回憶 也有唱的心頭 此時 我們才深刻的體會到 原來 我們真的要畢業了 能夠擁有這樣豐富的大學生活 要感謝西藏師長的尊尊教會 是你們幫我們帶到學術的殿堂 讓我們認識有別於以往的知識領域 也要感謝過去在各社團組織揮灑熱血的同學們 以及熱心幫助學生的學校行政人員們 因為有你們 我們到學四年才能夠如此的精彩 當然也要謝謝我們生命中的老師 我們的家長 努力再給我們二十多年 反思只會來給予我們更好的 雖然我們平常可能忙於打工 課業 甚至是社團事務等等 有時候你們可能會不了解 我們到底在忙些什麼 有時我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但我們無故希望 我們能在自己所努力的領域 能夠讓你們放心 讓你們驕傲 謝謝你們放手 讓我們能夠有可能做自己 最後 要感謝一路相伴在身旁的所有同學們 雖然從今天之後 我們就要道別 但我相信 相信我們都會成為彼此心中最美好的片段 相信從今天以後 我們能夠帶著市場的祝福 在往後的領域能夠發揮所長 成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模樣 因為我們是 高所領域 高齡大 我是畢生代表 來自電機公正系的卓俊瑋 祝福各位畢業生 紅塵萬里 一風高飛 謝謝大家 恭喜